孫将军我们看到伊朗有媒体报导 就说现在伊朗已经干什么呢 已经开始 是让大家这些西方国家 尤其像美国啊 欧盟啊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在地下 在干嘛 福尔多核设施提炼 纯度达60%的浓缩釉 哇 如果到达90% 纯度到90 那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等级了 所以现在美国 对于伊朗这样子发展核计划 感到非常的关切 所以就连白宫的国安发言人 科比他都讲话了 说将确保让总统拜登 掌握所有的选项 不让伊朗拥有核武的能力 第一个我想问 伊朗现在到底是已经怎么样 是已经开始越来越往 他们的目标迈进了吗 第二拜登所谓掌握所有选项 到底是什么选项呢 第一个 这个美国述来对伊斯兰国家 他都有一点恐惧感 你要不信你坐飞机啊 那个飞机上客舱里面 有阿拉伯人 你看那个安全抽卷就特别严 我就以前有过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尤其是伊朗开始要搞核子武器 那是美国最担心的 其实伊朗也某一方面 它也占这个礼数上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 做终极武器的发展 当年毛泽东不是说不要裤子都要核子吗 对不对 那伊朗这个核武谈判的时候 也经过六国会议里面同意它 停止了 转移民生用了 结果美国不但没有支持这个会议 结果还制裁伊朗 那伊朗就感觉到我这样受长期制裁 我还不如自己搞一个护国神器 所以提炼到60%跟到90%已经表示它有进展 那就是总有一天它会发展成功 你看美国为什么对伊朗这么敏感 对北韩好像还没那么敏感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前三十年的 这个阿拉伯人对这个恐怖主义 给他蒙上这个阴影 所以拜登讲了说 老百姓要求他拿出这个极端的手段来 那所谓极端就是摧毁他的核武能力 以前摧毁台湾的时候是用强迫的 然后利用一个工程师的反叛 把我们的核武搞垮了 所以美国你还能用什么手段呢 因为伊朗的核工业比当年台湾发展的还要进步 规模也大 所以你也没办法用吓阻的方法 那用战争吗 所以这个问题 伊朗发展核武对你美国有这么大威胁吗 大家再想一想 对不对 那纯粹就是说我一方面要拉拢以色列 不得不对伊朗做些 做些事情 就我要做些事情 对采取行动 对 但是他始终认为像伊朗这些国家 就不是能够寻找一般的外交手段 或者是联盟利益交换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老百姓讲这话隐含的就是说 要用终极手段 终极手段就是派飞机轰炸 飞弹攻击 所以他会跟以色列合作 也可能 来对付伊朗 而且以色列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 派飞机绕了很远的地方 回去炸掉它的目标 但是这个东西是美国出手 还是以色列出手 对不对 这个东西也很难讲 所以我想 按照美国的这种个性来讲 它大概不会自己出手 会烧以色列出手的成分比较大 对不对 怂恿以色列 死人压的孩子不是我自己的 在拜登的领导之下的美国 拜登当然一直要强调的就是 美国仍然还是一个 比较霸主的地位 可是亮哥 现在我们来看 其他的这些 包括半导体相关的厂商 不论你是在亚洲 或甚至尤其是在欧洲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荷兰 态度是不是都变了呢 你看像这一次呢 荷兰的外贸部长重申 荷兰要捍卫他们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 所以呢 不要再follow美国的脚步了吧 荷兰就ASMO向中国大陆销售晶片设备 所以会在于 美国跟其他盟国贸易谈判当中 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那我们还记得之前 美国是怎么样施加压力的 不要说是日本啦 韩国啦 尤其还有像是多个欧洲的国家等等 那现在呢ASMO荷兰政府不就是一直美国游说拉拢 重点对象美国的官员 美国的商务部长不是都跟他们去谈判吗 那可是现在呢你看到 ASMO很重要 它是全球唯一一家可以供应7奈米的厂商 好那现在呢 这个设备厂 现在已经跟美国say no了 怎么看 设备厂是say no 那所以那个BIS的局长 就是美国的商务部次长 亲自去荷兰 要对荷兰政府施压 那因为荷兰的总理鲁特 鲁特有见到习近平嘛 在G20的时候 对 那习近平当然就直接提出这个议题啦 他就 就是 习近平用的字眼就要 供应力要稳定 没错 那结果这个外贸部长啦 这个 他就讲说我们不会照单全收美国的要求啦 那彭博事实上那个报导 他就直接写了结论 说这个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 那事实上阿斯曼尔在今年上海进博会的时候 就有去参展 对 你如果不卖你干嘛去 所以我后来查了资料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啦 阿斯曼尔去年光是DUV 因为EUV本来就不能卖中国大陆 是DUV DUV去年中国买了27.4亿欧 那是排第三 第三道市场 第一道是台湾嘛 因为台湾有EUV 都卖台积电嘛 那第二是南韩 那第三就是中国 中国 那他有另外一个困境是 就是说这个占他的营收 大概也占了二十 二十几趴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上海维电子在三年可能就追上了 因为上海维电子目前28纳米已经做认证 那上海维电子就说他认证之后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实际制造 那再给他两年就可以做到14纳米 那成熟自成就是到14纳米 那你阿斯曼尔现在你如果不给 你不给的话 那这个市场可能以后你就没了嘛 对啊 而且中国大陆的企业也有去跟其他的国家 包括日本的厂商 包括像是Nikon Canon我们就听到说 就是另外的approach 对 去跟别人买了 那我阿斯曼的东西卖给谁呢 因为当初阿斯曼就是打败日本嘛 可是日本那个厂商并没有整个结束了 他们就另外的方法在做这样 那他也要考虑另外的问题 就是说DUV这个成熟自成 中国就是最大的市场 以后搞不好全世界成熟自成都在中国 都在中国那怎么办呢 那你即使说上海维电子做出来了 你还是吃得到饼啊 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习惯用你的嘛 所以你就要放弃嘛 事实上我觉得类似的公司不止他啦 我跟你讲未来还会有很多 可是因为美国国会现在还没有开议 所以你还没听到这种声音啦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 美国应用材料也不能去中国做生意 那应用材料就是卖自成设备的嘛 那有自成设备的管理公司啊 比如说KLA KLA现在就是被迫从中国整个撤出 那他的营业额少掉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我很难想象美国企业 不会对美国国会提出他的要求啦 因为损失太大了 是就企业回过头来会给美国的国会 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国安跟市场需求 一个博弈的过程 所以才刚开始而已 是才开始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的鲍鱼